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次妈妈都买一袋生姜 装进塑料袋 胖胖的身子蹲在阳台给她打姜 那个画面她看得心疼 除了生活照料 母亲平时对她管得也极其严厉 小学到高中 林依晨从梅和同学出去玩过 一直是学校 补习班 家里三点一线 连独自到楼下的小卖部打酱油都不行 偶尔去去同学家也要提前报备 妈妈总担心外面治安不好 不安全 严母初学霸 林依晨从小就是班里最早写完作业的 但高二 一击重雷劈在这个家头上 妈妈去治脖子 结果推拿师傅没有执照 出了问题 母亲后国境血管破裂 造成小脑中风住院 病床上 她把林依晨拉到一旁 说了这些年隐藏在心里的秘密 早在林依晨五岁时 父母就分居了 高中他们才正式离婚 这些年全是她一个人养活一家三口 两个孩子上学 靠借钱和打工维持 最后能借的钱都借遍了 妈妈只好办了十张信用卡 拆东墙 补西墙 遗卡 养卡 利滚利十几年下来 她欠下三百万台币的债务 从小到大 林依晨和弟弟要什么妈妈都会买 她从来没体会过什么叫穷 直到这一天 现实终于整盘端到面前 自己是贝壳里的珍珠 而妈妈是壳 挡住了一切风浪 我开始发觉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依靠 我必须靠自己 她要靠自己从平民窟的信用卡堆里 捞起一家人 母亲的病没有大碍 很快好转 她却在心里积压了重重心事 眼看弟弟的电脑又坏了 懂事的她一直没有开口 耽误了弟弟的学习 这让林依晨内疚不已 2000年年仅18岁的她 在电视上看到一个选美比赛 奖金足足三万元 给弟弟换一台电脑绰绰有余 她没想太多 果断填了厚厚的一叠报名文件 一举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因为长相甜美可人 林依晨以无人能敌的姿态 斩获了比赛冠军 伴随着签约娱乐公司 开始拍摄MV广告的步伐 她迎来了考入国立政治大学 韩文系的好消息 20岁时她主演了首部电视剧《18岁的约定》 这是正式出道的标志 浑然天成的演技与大大方方的表现 让她一路戏约不断 但她也没有丢下学业 每次在剧组拍完戏 她都第一时间赶回学校上课 熬得最狠的时候 她整整六天六夜没能好好睡一觉 连老师都在感叹 其实她可以翘课请假的 工作学业两手抓 林依晨拼至大学毕业那年终于还完了一堆信用卡 同时她还能获得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得到学校和领导的认可颁奖 母亲用欣慰的目光看着她苦笑 她也同样默默无言 将过往的一系列苦楚宴回心里挥挥手 迎来前途无量的明天 2005年 这是林依晨影视事业爆发的一年 她主演的两部剧《火遍全国》 一部是与胡歌合作的首部古装神话剧《天外飞仙》 她以调皮导弹的小气形象成功进军内地 另一部则是与正元唱合作的恶作剧之吻 她以天真莽撞的原香情形象席卷整个亚洲市场 一下子稳坐台湾偶像剧《冠军宝座》 并以续集荣音金钟奖女主角 成为偶像剧时尚折贵金钟侍候的第一人 林依晨和这两位男星展开了长期合作 一度组成最佳荧幕情侣 他们对林依晨也是同样赞不绝口 真元唱会真诚地表示 她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女艺人 胡哥会在被问到最喜欢的女演员时 一点也不犹豫地表示 林依晨 我们太有默契了 凭借狼牙榜夺得精英势力的那年 胡哥的获奖感言也跟林依晨有关 我要谢谢林依晨 我们拍摄射雕的时候 她说过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她说 演戏是探索人性的过程 第二句话她说 她是用生命在演戏 这两句话我会记住一辈子 是啊 她遭遇车祸的那年 正在和林依晨拍摄射雕英雄传 经历过生死大劫 两人时隔一年重新合作 林依晨却能配合她找回从前的默契 而射雕英雄传播出前夕 林依晨又不幸地被检查出脑部囊肿 医生给的病因是 好发于事业心强的年轻女性 一记 你太拼了 需要休息 这把林依晨和家人吓得不轻 她全面停工 住院做手术 开始注意养生 早睡早起 活成老年人状态 空闲时间 她会拉着母亲聊天 倾诉过去这些年的辛苦 讲讲对未来的期许 索性病情不重 她恢复得很快 但这期间的反思让她决定转型 拍完一部都市淑女题材剧 《我可能不会爱你》 她发表声明暂停电视剧拍摄 转变事业重心 紧接着又是一部收获超高收视率的《蓝绫王》 一再涌现爆款剧 林依晨的事业可以说已经来到巅峰 但她急流勇退 正式暂别演艺圈赴英国留学一年 出道二十几年 林依晨演过无数鬼灵精的角色 戏外她却严肃认真 或许是这样的性格 即便搭档 郑元昌 胡歌 陈柏林这样的花美男 依然保持林绯闻 在剧里 相情有直数 程又卿有李大人 林依晨等了三十年 终于等到了自己的直数和李大人 从国外回来 她便低调结婚了 对象跟观众呼声最高的两位荧幕情侣无关 而是一个无人熟识的圈外人 胡歌作为好友出席了她的婚礼 发表申请致辞 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 只为错过你 郑元昌倒是没有到场 但她给林依晨包了一个天价红包 无声话语隐藏在数字里 十三万一千四百元 这应该是她最幸福的时光 过上了自己西季的低调安稳生活 所有人报以祝福 林依晨的老公林于超是一个正统富二代 家里开办着跨国企业 而她正在美国加州负责分公司 两人从高中学生时代相识 直到2011年底 共同参加林依晨表姐的婚礼 他们才因分别担任伴娘和伴郎熟悉起来 逐渐展开秘密恋情 交往两三年 已经年过三十的两人决定走进婚姻 婚后林依晨基本保持每年一部电影的节奏 拍摄产量大大下降 时至今日 她彻底变成半隐退的状态 但她过得快乐嘛 细节显示还真未必 公公曾大夸她是好媳妇 原因是 儿媳即使拍戏到凌晨才回家 却永远都是四点起床 六点向公婆说早安 并且主动做早餐陪着一起吃 七点半就会恭送公公出门上班 她才回去休息 由于老公在美国工作 林依晨陪着公婆住在台湾 她最受感动的是 老公离开时会对她说 只要我不在 你随时可以回娘家住 曾经还有八卦媒体影会爆料 成堂老公出轨 被林依晨当场抓奸 当然这个传闻 没有什么有利的证据 听听罢了 当不得真 但这则爆料里 林依晨想生孩子的急切状态 却是真的 只是夫妻俩本来就聚少离多 如今受疫情影响 两人三四个月才能见一面 哪还有充分的怀孕条件 伺候公婆 夫妻聚少离多 豪门生育压力 综合种种情况 这种婚姻状态 怎能不引人担忧呢 金星曾问林依晨 工作家庭做个选择 你选哪个 林依晨顿了一下 当然是家庭吧 她的微博每次晒旅行照 都是一家人出行 聚少离多的异地婚 不管外人如何揣测 对于身处其中的人 聚散都是珍贵的 不容比较 生活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 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婚姻减缓了事业的脚步 但众人依旧期待李依晨 如果哪天想回来 愿她像当年从穷困里 捞起一家人一样 再捞一次自己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